我们来讨论2022年龙中华的这个年终考初一的Mathematic PAPER1的部分 PAPER1是选择题 一共20题 Karen has 40 oranges If she sold 20% of the oranges How many oranges were sold 40乘上百分之二十 一个月要一个零 月要一个零 428 所以总共等于8 这个非常简单 第一题答案是行 第二题 A card that cost 50,000 was sold for 42,500 after discount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discount 所以你可以减一减 50,000减去 42500 你就会得到7500 7500 7500 占50,000 5万的多少%呢 除以5万乘以100 月掉两个零 再月掉一个零 再月掉两个零 反正就月完了 25再除以5 155 2525 所以就得到15% 所以她的percentage of discount 是158,000 第三题 Alita borrows 1500 from a bank at 5% interest per annum for one year Calculate the simple interest she has to pay 1500 x 5%呢 你就会得552525 7575 75 75 是她的利息 so 当然她没有讲 本利盒 including the capital 她没有讲 她只是问 interest 贩了 ok so 答案是75 答案是B very good 很简单 ok 第三题答案是B 第四题 Amy bought a watch with 250 ringgit she sold it for with price 100 after a year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loss in this sales and 250 减100呢 你就会得到150 这个就是她减 那个 亏损的钱 那percentage的话呢 你就要除以她的原价 250 再乘以100% 越掉一个零 然后呢 你再越掉一个五吧 然后5525 好 卡着了 稍等一下 呃 所以前面可以越一个五 后面可以越一个五 所以应该25可以越掉的 就会得到多少呢 稍等一下 你越掉一个零 再越一个五得到5525 越掉五得到二 再越掉五得到三十 三十乘二呢 就会等于六十 所以她亏损了六十发现 第四题答案是C 第五题 Anna's mass was 75kg in January She managed to reduce her mass to 60kg in December Calculate the percentage of decrease in her mass 当然她减少了十五公斤 对 七十五减去六十得到十五公斤 十五公斤呢 跟七十五比较的话 越减十五得到五 然后一百除以五就会得到二十 所以她的减少呢 一共是减少了二十发现 然后她的重量的二十发现 very good 第五题答案是你 第六题 How many terms are there in the algebraic expression 这一题嘛 为什么三项呗 怎么看到三项呢 很多同学就讲说 老师这个X跟这个2X可以加起来的 就会得到-X-4 再加上这个三分之X-1 一项两项三项 但是不好意思啊 你弄错了 这个三分之X-1来讲 可以再分成三分之X-1 严格来讲 诶 这样就没有答案了 是的我觉得她弄错了 我觉得她弄错了 我觉得她弄错了 还是直接的直观看啊 直观来看当然她是有四项的 但是能够加起来 我们是要加起来的啊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应该是-3分之A-3分之2X 还有-4-3分之1 一共两项 所以这题呢 我个人是觉得她没有答案了 是不是有点问题 OK 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整理 整理了 能够加的我们要加在一起 除非你的父母有出现X平方 还是X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她可能就可能 她 even X X的话 如果是3X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分的 分开的除还是得到三分之一 但是就会被闪消 Anyway我觉得这题应该是没有答案 第七题 substract negative-16X from-16X what is the result? 诶? from from应该是要在前面 所以她的意思应该是 我从16X里面 减掉-16X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32 32X 负负得真 so这个呢 这个减法就有点像除法这样子 它 它其实我们 如果我们是讲 divide 3 from 33 33 它其实是33除以3的意思 所以他们会倒转念 好像这个情形也是一样 substract 就是扣掉的意思 扣掉-16.5 从哪里扣啊 从这个16X扣 所以是后面那个减钱的那个 所以这个也是考英文的 一把题 negative-6T has the same value as B 因为负3-3 就会得到负6 所以B的这个选项呢 会是负6T 那C的选项应该是0 然后D的选项应该是3T ok so 答案是1 第9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like is a pair of unlike terms unlike terms like terms like terms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同类像嘛 我们讲同类像可以加起来的 像A的这个AB跟BA 其实乘法有交换率 它基本上就是AB跟AB 可以加起来 像这个是T平方 这个也T平方 也是可以加起来 那X平方Y YX平方 你调转一下 它其实也是X平方Y 所以只有D的这个是unlike terms MN平方 NN平方 你调转一下是M平方N 跟这个是有不同的 这个平方在N 这个平方在N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ok 第9题答案应该是0 一试题 Brandon buys 2 chocolate bars for 26 ringgit and 5Y 与其他 他跟100 notes in terms of algebraic expression how much is his change 当然你可以讲说 我给了100块 我要买26块的东西 我就扣26 然后我要买5Y的东西 我就再减25 所以呢 100减26呢 就会等于74 再减5Y 这个就会是他的change 然后他会找回来的钱 第10题答案是N 第11题 Simplify So他这里分子有一个S 分子这个也是S 这个也是S 基本上这一题来讲呢 他其实是数目相加罢了 你可以进行 通分吗 OK So OK我们来看看 与童的第一个做法 他看到因为有4 分子有4 我每一项真是 这个就是一个 一般同学会经常做错的 为什么会做错呢 我在黄文版呢 我们我也一直都在强调 如果今天是一个等4 有等于0 或者右边等号的右边 有一堆东西 我们可以每一项的乘 也就是说像敲敲板一样 你左边乘的 右边也乘 两边像架的 两边乘同样的东西 那个敲敲板呢 还是会平衡的 但是今天你跟我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是一边罢了 就是等号只有左边 没有右边 你现在乘4 整个值就会变大了 OK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只能怎样 我们只能通分 不能说直接乘以4 OK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x去掉 这个就是负四分之一 那这个2如果要通分变4的话呢 乘4乘4 428 四分之8 在后面这个呢 就变成四分之三 整个呢 再抽一个x出来 所以8加3是等于11 11减1呢 就会等于10 10再除以4呢 你再越减一下 应该会变成二分之一 正确来讲 答案应该是短题 这个就是你们的概念上的一个 一个错误 尤其是学了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呢 就会说 我们每一项乘以4 你整个东西呢 就会变大了 所以不太贵 就是因为这个步骤 注意 这个算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错误 所以要学起来 第12题 像这个有等于的话呢 如果它出现分 你可以左边右边乘相同的东西 这个就可以 刚才那题就不行 要搞清楚 有等于没有等于 不一样操作 Atlas呢 它就先操一遍 题目 过后 去掉圆挂湖 二层进去 326C 428 减5C 吞掉了 好像吞掉了 这里好像漏掉了 减5C吧 这里漏掉了减5C 所以照理来讲应该是6C结果5C得到一个C加8 然后呢6减8 减7C啦 6减8就会等于负2 我把减7C拉过来就会变成加7C C加7C得到8C 8拉过去减了就会觉得到 减2减8等于减10啦 所以最后你的C应该是四分之五应该是负的吧 这个答案是A 看到明显那个答案你可以看到完全跟选项的四个都没有 非常可惜这个是真的是漏掉了那个5C 看清楚第55C漏掉了 OK 这个改善座题要非常小心了 第13题 It is known that m and n are both negative number The value of x in the equation is always 你可以看到m如果是负值 n也是负值这里有一个负值 我把它乘一个两边乘一个正的负的话呢 就会得到这样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负值乘负值得到正的嘛 好 所以x应该是positive always positive OK 所以应该是positive 大概是这样啦 第14题 Among the following linear equation which one has a solution of 10 当然你可以把10丢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也就是说 1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A 10加5是等于15 15乘2等于30 这个是负30 这个就不对了 10除以2是等于5 5减8是等于负3 这个就对了 10乘4等于40 40减2应该是38 这个也不对 10除以3等于7除以3 这个废话 这个肯定不对了 这个是等于7 OK 第14题单身病 第14题单身病 第15题 supplementary angle 这个其实是鱼角 所以那个英文版的 你们也要熟练 所以是吗 supplementary 变成 我不想确定这样吧 supplementary sorry supplement就好像无品 就好像无脚 sorry 我再确认一下 supplementary angle 不好意思 五脚来的 所以加起来等于180 sorry you are right 所以180减去65等于115 当然是C 这样鱼角叫什么 哎呀反正你们自己去看 呃 记手来 鱼角 complementary OK complementary angles 才是鱼角 alright alright 再来看第16题 how many lines of symmetry does figure1 has 他打直有啦 打横也有啊 那刚好打鞋这边好像也有 所以1,2,3,4 总共4条 第16题 that's C very good 第17题 determines in which diagram and the line segment ab is perpend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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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止 不是parallel locky 是parallel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A 所以请注意那个名词什么意思 ab 这个C其实很靠近哦 但是好像不是90度啦 所以这里有跨到90度这个肯定对 ab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line segment cb 第18题 第18题 in diagram1 eghf is a straight line ab parallel to ce egb is 142 degree p是多少 当然我们同位脚相等 这一边是142度 对颈脚在相等 对吗?p就是142度 不需要做任何的预算 ok 真红 ok 完全不用算的 第19题 based on diagram2 aob is a straight line 5y 3y加2y 再加40度等于180度 减40减40 3y加2y等于5y 减40减40去掉 180减40等于140 再除以5就会等于28度 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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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85,这个也是小于90度了 第二时期当然是C OK 就像这样,没有问题